长者立,幼物坐 长者坐,命乃坐 尊长前,声要低 低不闻,却非疑 近必驱,退必迟 问起对,事物疑 十一,长者立,幼物坐 长者坐,命乃坐 尊长前,声要低 低不闻,却非疑 近必驱,退必迟 问起对,事物疑 与长辈同处 长辈站立时 晚辈应该陪着站立 不可以自行就坐 长辈坐定以后 吩咐坐下才可以坐 与尊长交谈 声音要柔和适中 回答的音量太小 让人听不清楚 也是不恰当的 有事要到尊长面前 应快步向前 退回去时 必须稍慢一些 才合乎礼节 当长辈问话时 应当专注聆听 眼睛不可以东张西望 左顾右盼 哦,知道了 小朋友 好宝宝是要做好 礼仪常规的哟 这样啊 我们就是有礼貌 守规矩的乖小孩呢 十一 长者立 幼物坐 长者坐 命乃坐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进必吃 退必迟 问起对 事物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